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今天主讲贾教练 今天我们主讲内容是洗衣权的入门介绍 以及洗衣权的历史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视频 可以登陆功夫者官方网站 在那里你可以发私信给我 如果大家想和更多人进行交流的话 可以加入官方Q群 官方微信平台 以及官方微博 在那里更多支持等着你们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洗衣权与太极少林八卦 并称为中国四大民权之一 同时他又是中国三大内价权之一 洗衣权的历的特点是 以液 领气 以气 催历 好 先为大家示范一次 历的运用 再一次 行权就是如何调节 把自己把自己丹田里面的气 引导到自己的拳头上面 拿在以气的形式发力 同时 气要调节到全身 达到以液领气 以气催历的效果 再一次 行权的气 是如何产生的 下面我们练习一下 行一拳 练气之前身体全身放松 完了深呼吸 两次 之后用逆腹式呼吸的方法 将你的气呼吸到自己的肺部 完了用感觉用自己的意念 慢慢的把自己的气往丹田处引导 丹田在我们肚脐炎往下三寸的地方 这个地方称之为丹田 慢慢往下引导 用自己的意念去慢慢引导它 好 经过反复练习 就会有一定的感觉 就是丹田的地方会有气的存在 第二 就是在运用气的时候 先把手放在丹田的位置 完了用手 用的意念控制自己的手 慢慢的起 对 感觉自己把气推到手 推到手这 完了 翻力 对 好 再一次啊 从丹田这里 慢慢起 好 翻力 对 好 在课后我希望学员做到 找一个空旷的地方 身体放松 呈自然状态 之后深呼吸两到三次 然后再用逆腹式呼吸法进行去呼吸 以你的意念去感觉这个气流 进入到自己的胸部 然后再往下引导 引导自己丹田位置 天天慢慢进到近战 然后慢慢去引导这个气流 慢慢感觉你的丹田处会有一团气体存在 之后 每天进行发力练习 发力练习 一定要注意 将气从嘴顺出来 不要憋气 出力同时 气也从嘴里面出来 就是两点练习的条件 好 好 这节课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想学习更多知识 可以登陆功夫者官方网站